同学们,大家好,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李老师。 这节课,同学们将跟我一起走进二年级上册第四单元, 开启我们的学习活动。 在这一单元,我们将开启行走大美中国的学习活动。 在古诗二手中,我们将登上贯阙楼, 平栏远眺,欣赏楼外的美景, 去庐山看瀑布,感受瀑布的奇观。 接着,在黄山骑石中,我们将走进黄山,感受骑石的独特。 然后,我们将跨越海峡来到台湾岛, 漫步在日月潭的美景中。 最后,我们将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葡萄沟, 那里有热情的新疆维吾尔族老乡和五光石色的葡萄。 现在,就来开启我们的学习之旅吧! 我们先来欣赏由两首古诗带给我们的美丽景致。 请跟老师一起齐读课题。 古诗二手,先来学习第一首诗。 请同学们自己借着拼音读一读诗歌的题目。 登冠雀楼。 题目是什么意思? 你可能明白了,题目是登上冠雀楼的意思。 看看课文插图中的冠雀楼, 再来读读这个词,冠雀楼。 读读这个字,楼。 在生活中,也许你经常会看到楼房。 请跟老师一起读,楼,楼房。 请你再来读读题目,注意读好停顿。 登冠雀楼。 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, 冠雀楼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, 显得更加迷人。 诗人王之焕在傍晚时分, 登上冠雀楼,平栏远眺。 远处,连绵起伏的群山, 一直延伸到天的尽头。 夕阳西下,渐渐消失在天边。 看着脚下滚滚的黄河, 奔向东方, 汇入大海,一去不回。 如此美丽的景象, 令诗人心中非常激动。 提笔写下这首传颂千古的名诗, 登冠雀楼。 我们来读读登冠雀楼吧。 请同学们自己借助拼音, 把字音读正确, 注意吐字要清晰。 淘气的拼音宝宝藏起来了, 没有他们的帮助, 你还能把字音读正确吗? 我们来听一位小伙伴的朗读。 古诗中有几个字的读音容易读错, 老师这里想提醒同学们注意, 进是前笔音, 层是后笔音, 穷是三笔音节, 欲是整体认读音节。 请跟老师一起读。 基因,进,进, 次恩,层,层, 七一,翁,穷,穷,穷, 欲,欲。 古诗中还有几个生字呢? 你有什么好办法来记住它? 你可能会用加一加的方法来记住下面这几个字。 单人旁加一, 就是一, 依然的一。 古加欠, 就是欲, 欲穷千里目的欲。 雪宝盖, 加利, 就是穷, 穷尽的穷。 诗加云, 就是层。 我们来听听小伙伴的分享。 我还会用主词的方法帮助自己记生字。 欲可以阻欲望, 食欲, 昏昏欲睡。 所以, 欲就是想要的意思。 是啊, 主词也是实际生字的好办法。 老师就用生字穷组了一个词。 请跟老师一起读穷尽。 穷尽的意思就是到了尽头, 山和水都到了尽头, 就是山穷水尽。 请跟老师一起读山穷水尽。 我们刚刚实际了层这个字, 像这样一层一层叠放在一起, 就是层叠, 也就是重叠的意思。 请跟老师一起读层叠。 清脆的林木非常茂密, 层叠在一起, 就是层林叠翠。 请跟老师一起读层林叠翠。 实际的生字, 请你再来读一读古诗。 请你结合插图, 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样的画面。 你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吗? 我们来听听学习小伙伴的发言。 我看到夕阳靠在山边沉下去了。 我结合插图, 还看到了远处有山, 太阳要西沉了, 有几艘小船在河面上驶过。 你和他们看到的画面一样吗? 请你结合插图, 试着理解依的意思。 你可能发现了依就是靠着的意思。 是的, 依可以组词依靠, 依托, 依山傍水。 浸在古文字中是手持毛刷洗器皿, 表示器皿里已经没有东西了。 在这首诗中, 静是消失没有的意思。 白日依山静, 就是太阳依靠在山边慢慢消失的意思。 你还看到了什么画面? 我还看到了滔滔的黄河水, 向着大海的方向奔流。 你对黄河有哪些了解? 老师通过查找资料知道了,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, 黄河补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和灿烂的中华文化, 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摇篮, 炎黄子孙的母亲河。 黄河干流长约5687公里。 白日依山静, 黄河入海流。 再读诗句, 你还有什么发现? 我们来听听学习小伙伴的分享。 白日依山静, 黄河入海流。 这里有山, 有黄河, 有太阳。 是一幅特别开阔辽阔的画面, 我的心情非常舒畅。 这就是作者灯高远望所看到的景致, 让我们也登上贯却楼远观这幅画吧, 请你自己读一读, 把诗歌的画面感读出来, 自己试一试, 和老师一起读一读, 白日依山静, 黄河入海流。 再听一位小伙伴的分享。 老师, 我还发现这两句诗中的词语是对着的, 白日对黄河, 依山对入海, 静对流。 你能读出古诗的节奏感吗? 自己试一试, 和老师一起读一读。 白日依山静, 黄河入海流。 作者登上了贯却楼, 看到了如此雄魂壮快的美景, 他想到了什么呢? 我想你们肯定找到了这两句诗, 欲穷千里木更上一层楼。 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? 我们来听听小伙伴的分享。 我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, 想要看到千里之外的风景, 需要登上更高的楼层。 请你带着自己的理解, 再来读读这两句诗。 老师在这里想提醒同学们, 这里的千里是很远的意思, 并不是指真正的一千里。 同样, 一层也不是真正的一层楼, 而是指更高的意思。 作者就是登上了高处, 才看到了更远的地方。 因此, 这首诗还表达了作者, 渴望站得高, 看得远, 积极向上的精神。 让我们体会着诗人的情感, 再来读一读这首诗。 我们来听一位小伙伴的朗读。 我们跟着视频再来读一读。 就这样读着读着, 你是不是已经把这首古诗背下来了? 你能借助文字的提示背一背吗? 没有文字的提示, 你还能背下来吗? 欲穷千里目, 更上一层楼是千古名句, 不仅用在登楼上, 还可以用在学习, 生活等地方, 用来鼓励自己或他人。 当你登山爬到半山腰, 因为太辛苦, 想要放弃时, 爸爸也许会对你说, 欲穷千里目, 更上一层楼。 当你考试取得好成绩时, 妈妈为了让你不骄傲, 希望你继续努力, 也许会对你说, 欲穷千里目, 更上一层楼。 学习了古诗, 积累了词语, 我们现在来学写生字, 这是本首诗要求会写的五个生字。 观察汉字, 是写好汉字的前提, 请同学们按照一看肩架结构, 二看笔画站位, 三看关键笔画的顺序, 仔细观察, 看看你有什么发现, 你可能发现了楼和一是左右结构, 应该做到左窄右宽。 老师这里还想提醒大家, 楼这个字, 楼的左侧那要变成点, 右侧女的撇点的折点要落在树中线上, 墨笔长横要比米略宽, 我们来听小伙伴的发现。 黄这个字, 上部要写扁写宽, 第四笔的横要写长, 写在横中线上侧, 游的树写在书中线上, 下部的撇和点, 上和下开, 底部要写平。 层是半包围结构, 狮从左上包围云, 云两横上短下长, 上横在横中线上, 撇折起笔在树中线上, 横画较多的时候, 还应该注意多横等距。 你和小伙伴观察的一样吗? 现在, 请你调整自己的坐姿和握笔姿势, 在田子格上练习这五个生字吧。 我们来看这位同学写的生字, 他的楼子右下雨的撇点, 没有点在树中线上, 黄下面的油的树, 没有写在树中线上, 层下面云的上横, 没有写在横中线上, 也没有做到多横等距。 我们再来看这位同学写的字, 他的字就做到了规范、端正、整洁。 同学们在写字时, 要注意一看肩架结构, 二看笔画站位, 三看关键笔画。 这样仔细观察, 我们的字就会写得越来越好。 大家加油! 这节课我们登上了贯阙楼, 通过诗文内容, 想象了登上贯阙楼后看到的壮观景象。 课后, 同学们可以和爸爸妈妈讲一讲诗歌中的美景, 再背一背。 下节课我们将去庐山看瀑布, 感受瀑布的雄奇之美。 这节课就到这里, 同学们再见!